跟親子天下的爸爸媽媽說 就是從星座的角度 我們如果要對十二星座小孩有正面的教養 我覺得有幾點要注意一下 就是從開創固定天洞的三個族群來聊這個問題 這位固定星座 金牛 獅子 天蠍 水瓶 這四個星座 我說真的 他們本質上是好孩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希望得到父母的認同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介意你的看法 比如說 我今天考得很好 好希望爸爸媽媽知道我考得很好而稱讚我 所以如果他信聰聰地告訴你 有一件什麼好事 而你竟然覺得無所謂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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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跑掉了 沒有參與他的世界 沒有為他開心 他們會非常的失落 因為那對他來說就等於 他考得好不好 你看樣子也不是很在乎嘛 那你都不在乎了 他又何必在乎呢 所以其實他的在乎是一個很好 就是讓他成長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只要在你覺得他希望他發展的方向 比如說他去洗碗你就說 哇 你怎麼碗洗得這麼好啊 真是沒有想到 他說不定就會激起一種 為了得到更多的稱讚 然後下次我更乖 洗更多的碗做更多的家事 所以這一組蠻需要稱讚 蠻需要被看見 蠻需要被鼓勵 而鼓勵他們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鼓勵會帶給他們自信 如果欠缺鼓勵 欠缺重視 這四個星座的小孩 他們出社會以後就會自我價值感變得很低 變成可能交男朋友的時候 也會教一個條件不怎麼樣的 然後或者是為另外一半做牛做馬 然後不求回報 你很不希望你的孩子變成這樣吧 那我們就從小培養他們的自信開始 當然這四個星座呢 也要很注意喔 不要讓他們變成自大 因為有時候一個人過度自卑 他很可能就會用過度自大 來讓自己撐起那個場面 所以當他變成好像硬邦邦 然後一直說 不會 我覺得我自己很好 那個時候就是他欠缺自信的證明 所以如何讓他們在平常生活當中 建立了自我比較好的價值感 這個是固定星座能不能成長好的關鍵